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 很多家长都记得2011年曾经爆红网络的华裔宏妈蔡梅尔 她在美国却对自己的两个混血女儿进行严苛的东亚教育 而非美国的快乐教育 门门课都要求A,必须全面发展 不能玩更多时间,必须多学习 当时很多人说,让时间来说话 其中不少人认为她的教育必定失败 如今十年过去了 她的两个混血女儿表现如何呢 两个女儿如今都从哈佛毕业 并且成为了非常有用的人 成了律师,还给大法官做书记员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没有破裂 这个教育手段的难点就在于 自己首先要以身挫折 否则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做到工作时拼死拼活 回到家依然努力上进 没有娱乐,没有交际 你就不要尝试这种教育方式 这种东西是无法复制的 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只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扛得住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完成这么严格的学习要求 您觉得呢